开始啊,喂! 3,2,3,4 欢迎收看The Hearty Matter 之前我们提到膳食纤维的重要性 那我们一天需要摄取的是多少 就是要接近25克到38克左右的纤维 那就等同于400克的蔬菜水果 再加上30克的穀粮 哦,我是每一天都要吃好多好多的蔬菜 真的是不是每一天都做得到 那今天我来教你用零食来做到提高膳食纤维的方法 今天我们来做爆米花 两杯的爆米花就可以给你2.6克的纤维 那就等同于一天所需的10% 这样透过零食就可以给你10%的纤维咯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 食材非常简单,谁都会做 你只需要就是玉米和油 最重要呢,就是要有一个大锅子 而且是有盖子的 这样子才不会让事情大事不妙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用50克的玉米可以爆出两人份的爆米花 先把锅加热,然后倒入油 我们先进行温度测试 放一颗玉米下去 然后 耶,有够热了 可以把整网的玉米倒入啦 不用怕它会马上爆开 所以不用急着拿锅盖盖上 来点食品科学姿势吧 玉米外壳非常坚固 当玉米受热时 它里面的水分变成增气 大了一个点就会开始爆开 淀粉和蛋白质就会形成泡沫状 偶尔晃一晃锅子 确保每一颗都均匀受热 当爆开的频密度开始减少时 就可以熄火 确保没有冻进了才打开锅盖哦 这就是我们今天爆出的蝴蝶形爆米花 一下碗的玉米粒 现在已经变成半锅的高纤维零食 我们来给它裹上两种口味吧 把爆米花倒进盆里放在一旁 我们先做肉桂焦糖口味 在干净的锅子里 倒入适量的砂糖 晃一晃 让砂糖平平的铺在锅面 不要去搅拌它哦 等它开始焦化 放入牛油 开始搅拌 现在它就变成漂亮的太妃糖颜色 撒入肉桂粉 加强风味 还有少许的盐提味 焦糖准备好了 可以熄火 把一半的爆米花倒入锅内 然后搅拌均匀 这个动作非常的疗愈 看到每一颗都裹上了薄薄的外衣 超有满足感 搅拌均匀 把它们倒在烤盘上 把粘在一起的爆米花一颗颗的分开 让它们冷却 都冷却下来了就可以装进碗里 这里有接近两杯的爆米花 别担心 它就是一个人的分量 整碗都是你的啦 现在来做咸咸的咖喱口味咯 在干净的锅里放入牛油 加热 让它满满的融开 然后撒入一茶匙半的咖喱粉 咖喱粉里有黄姜素 待会就会给爆米花上色咯 加入意大利香料 没有也不要紧 放入少许的盐 糖 搅拌均匀 确保它们都融开 就可以熄火了 好 上色时间到 把剩下的爆米花 倒入锅内拌一拌 你会看到乳白色的爆米花 开始染上了漂亮的橘黄色 这色素就是姜黄素的杰作 而且还是一个很棒的抗氧化剂 均匀的裹上咖喱外衣后 把它们倒入烤盘里 一样的用刮刀一颗颗的剥开 让它们冷却下来 就可以装进容器里了 有的营养专家会告诉你说 要吃爆米花就是放盐味的最好了 反正它就是纤维膏嘛 但是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零食 怎么样都要有味道才好吃才享受 那么当你在吃这个爆米花的时候呢 也千万不要在电视机前面 一边看电视一边吃 小心过量哦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